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是人 他不是神仙 所以不要把他当作神仙来看待 他也是人 但是虽然他也是人 他也是众生之一 但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菩萨他在觉悟的那一案 我们反复都在迷惑的这一案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今天你是不是菩萨 你敢不敢承担 敢不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菩萨真的是人 他不是神仙 对于一切人事物 他已经很清楚 透彻了解明白了 对于夜阴果报 他也是很清楚了 对于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他也是很清楚 但是还没真正的透彻了解 所以因为他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以大慈大悲发大心度众生 来度化众生 来帮助众生 无论众生对他不领情 不回报 回头过来 他还是要来回报 来批评 侮辱 他从来对众生都不离奇的 对众生都不舍弃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称为菩萨 那菩萨一般的解释 也可以称为什么 称为说他是明白人 他也是一个明白人 那我们反复呢 主是大德称为我们什么 称为我们是糊涂人 所以我们跟菩萨的区别 一个是糊涂 一个是不糊涂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属于糊涂人呢 我们本人在内都是一样 都是糊涂人 如果今天你不糊涂 你还在这个地方啊 你还在这个受火世界受苦受难呢 因为你是不是糊涂人 我用一个比喻 明明知道六道轮回之苦 明明三二道真的是很苦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你要赶快解脱 你赶快觉悟 赶快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你还不听话 你还是恋意 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六道轮回 无量节流浪生死 你不是糊涂 那里是什么呢 今天 死方一些诸佛如来 包括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 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赶快发愿 劝导我们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不去 你不是糊涂 你是什么呢 所以说 我们自己去思维 去反省自己 我们是不死于 像这一类的人 真的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老师教导我们 你现在要发个心 你要发这个心 发什么心呢 发什么心呢 向菩萨学习 这个菩萨所指的是 地藏王菩萨 向他学习 开始发愿 愿意学菩萨 愿意做菩萨 愿意求觉悟 做一个明白的人 不做一个糊涂人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叫做菩萨了 你可以叫菩萨了 你现在发这个心 你发这个愿 你可以称为菩萨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我们今天所发心的 愿意做菩萨 因为学菩萨 你不是大菩萨 你是什么菩萨呢 你是小菩萨 你是小菩萨 看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的那一章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书 普玄 弥勒 弥勒菩萨 他们都是大菩萨 我们是小菩萨 小菩萨也算不错了 小菩萨也算不错 经上所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是刚刚发心的菩萨 是刚刚开始要念书一样 好像我要念书一样 我刚刚开始要念书的 就是刚刚要发心修行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 这个念书首先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先来报名 来登记而已 我先来报名 我是某某菩萨 我今天要来报名 我要来学习做菩萨 学习做菩萨 学菩萨 刚刚开始的 话句话说 也是刚刚入门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经上就是这样的称为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菩萨这个名称 在佛门里面 有很多邪佛弟子 很多人 很多人 你问他 有时候打不出来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只是知道 菩萨的全名 是菩提萨多 但是很多人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你问他 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 是什么 菩萨 每一天在做什么 每一天 他的范围的工作是什么 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的 能说清楚吗 你能说清楚吗 我们天天念佛 天天读经 你念这个菩萨 他的范围 他的事业 他在做什么 你能够说清楚吗 能够说清楚的人不多 甚至于把菩萨当做什么 神明来看待 人很多 你看很多现在 你到亚洲的地方去 比如说我到餐厅 去吃个饭 你看餐厅的门口 一进入 有米勒菩萨在门口 他把米勒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那个彩神爷 你看看 你想一想 米勒菩萨什么时候 变成那个彩神爷 很多人 你不相信 因为我常常去很多 那个亚洲的地方 你一进去 那个布袋和尚 米勒菩萨 站在门口 拿着什么 拿着金宝 还有 我以前曾经 有遇到一位老菩萨 一位老菩萨 天天拜观神菩萨 他有一天 打电话给我 师父 你能不能来到我家 我心里好难过 我说有什么事情呢 我到他的家 到他家的时候 老菩萨跟我说 他说师父 我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 我天天拜观神菩萨 前几天我的家 招小拖 他把那个最爱的东西 不见了 被小拖拿走了 他心里好难过 所以 他问我 师父能不能帮这个观神菩萨 让这个观神菩萨能够显灵 你看 把观神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保安来看待 是不对的 迷信了 所以 我们学佛的人 必须要为大众来说明 这个菩萨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菩萨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学佛 弟子要知道 为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具备是什么内涵 菩萨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这个都是要知道 更进一步 我们来学习 菩萨这个名称 并没有太多神明的色彩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有大慈大悲的心 有大愿力的心 不疲不怨 无怨不悔 愿意为一切众生 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一切众生 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让众生 能够过度幸福美满的快乐 这个叫做佛门里面 叫做什么 称为菩萨 称为菩萨 我们看下面 大家也不愿意 做这样的人吗 也不愿意呢 愿意做这样的人吗 为大众来贡献 像我们今天到佛堂 来做义工 我今天来做义工是为什么 为了来服务一切众生 为了来学习 我们要不要做 我相信很多 不大愿意做 做菩萨不容易 师父 特别是在这个五着二世的时代 众生太顽固 太刚强 造的也太大了 在这个五着二世的众生 你要去度众生 众生不但不领情 不感恩 又不感谢我们 回头过来 又咬我们一口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吗 你想一想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如果你能够用这种的精神来学习 你今天念佛 必定 会提早成就的 这个就是菩萨 都是欢喜 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 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人 天天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真的 特别是在五着二世的时代 众生有多的顽固 有多大的刚强 无论众生回头过来 来毁谤 地藏王菩萨从来不捨去的 地藏王菩萨从来不排斥我们的 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们 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五亮节以来 都是欢喜为一切众生 来做什么 做服务 而且他的服务的地方 他的服务的范围 都是最恶劣的 最糟糕的 是最苦最苦的 我们有时候做梦都 想不到的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最恶劣的 最苦最糟糕的 在六道里面 最苦在哪里 六道啊 地狱里面是最苦的 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 那个地狱的生活 真正在地狱的那种生活的环境 大家可能看到个读地藏经 你们会有感触到 你们只是把它读过 你有没有从这个地方里去误解 去觉悟 我们很少的人去觉悟啊 比如说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生活上 你们一个人都有这种一种经验 什么经验 会有一种经过 很痛苦很痛苦的一天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被人家批评啊 或者被人家毁谤 或者种种的遇到一些逆境 让我很痛苦很痛苦 比那种苦啊 在地狱啊 是每当把相比的 所以在经上里面 佛啊 做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人 早上起来莫名其妙 突然间有一个人 捅了他一百刀 捅他一百刀哦 他有没有死 固然没死 把他送到医院 辛辛苦苦把他治好了 又不小心 又来了一个莫名其妙 又把他捅了一百刀 有没有死 没有死 你想一想 那一种苦 你能够去想象的吗 比如说我们的身 身体 不小心被刀 刮了一刀 痛不痛啊 如果不痛的话 你明天可以 试试看 试看一下 被这个刀切了一块 痛不痛 你试试看 所以佛在经上 怎么比喻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佛在经上说 这样的苦 跟地藏 跟地狱的生活 相比什么 小儿科 真的小儿科 你看 捅了一百刀 那种苦 你想一想 跟地狱的相比 就小儿科 小小的 假如今天地狱的苦 能够用量 能够用体积 来衡量的话 就好比什么呢 一粒微尘那么大而已 你想一想 这个是佛在经典里面 为我们比喻的 一粒微尘的想一想 有这么小而已 而且佛在经上 又告诉我们 地狱的生活 好比什么 好比像须米山那么大 你们想一想 地狱里面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